观众朋友 现场连线我们要来关注 世上第一次在全开放空间举办的 巴黎奥运开幕式 将在台湾时间凌晨一点半登场 目前塞纳河畔周边 维安已经紧绷到最高点 不过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非常期待 我们赶紧把时间交给 前往巴黎现场的特派记者 黄元元以及蔡炳如来告诉我们 主播各位朋友大家好 就在台湾时间27号的凌晨一点半 巴黎奥运开幕式即将就要登场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巴黎的爱菲尔铁塔早边 现在有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马上就要进到这个会场 来欣赏这一次在塞纳河畔上面的表演 大家在今天都等了非常地久 现在陆陆续续都要进场了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脸上 都写着兴奋又期待的表情 我们稍早也问到了来到这里的台湾游客 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很期待那个就是今年的奥运展 对然后就是晚上 因为他今年的那个开幕式是在河安 就是以前没有过的这种方式 对所以可以到河边去看看 就是进场不一样的感觉 对是难得来欧洲的时候 刚好有奥运啦 想出来参加看看 小代周天成 王麒麟里一样一定都要支持的 其他的选手也都要这样 中华队加油 可以看到从台湾来的游客 大家都在为中华队加油集气 虽然听说一张票到达2700欧元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票价 其实是非常值得的 而现在这个地点就是选手 他们稍后巡游来到的终点 就是所谓的耶拿桥 不过也因为如此 现在这个安检是非常地严苛 大家都必须排队 慢慢等待安检 陆陆续续进场 究竟这场史上第一次 在塞纳河畔上面 主办的奥运开幕式会成效如何呢 我们会在现场持续为您掌握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